我們來提一下怎麼用它那個所謂的擴充元件 它目前的擴充元件主要有兩種 一種是針對所謂的Google瀏覽器的 另外一種是所謂的Suffery Mac的 因為現在有些學校啊 其實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上過 有些 學校他們現在用的是用平板上課 也就是說電腦教室沒那麼多 那他可能就是搭配就是一般的那個平板 那平板也可以用這個平板 我們有的是用iPad啦對不對 Google的當然就Google瀏覽器嘛 所以大致上它現在有開發這兩個你把它點一下之後呢 你可以去把它新增進來新增到我們這個有沒有它會進到這邊你就可以按 加到Chrome 那有加入之後呢 你會發現這裡有一個這樣的圖示 有一個這樣的圖示 那你可以 在這邊 它會要求你先登錄你的OneNote的帳號密碼 喔 OneNote的帳號密碼你登錄好之後 今天只要你看 你要的是網頁還有影片 點一下 如果全部都要加你就按 這個 如果沒有你只要加這個就Add Selecting 這個 我現在選到了這個 點一下 好 有沒有發現我已經進來了 知識是不是都看到了 然後呢下面這裡 你要放在哪裡有沒有 像比如說我們放到我們自己這裡面來 實際上都看得到了 那 這裡呢 他一樣會抓到他的什麼 單元的名稱 單元的名稱 他的描述 都在這裡 那有一個重點就是 有沒有 預覽 跟發佈 因為以前 他的這個 還沒有更新之前 我加完了 我還得進到剛剛知識 再按一個發佈 是不是覺得好像 我都已經加進去 還叫我發佈一次 有點麻煩對不對 所以呢如果你想偷懶 我通常都是 這樣膠膠的 預覽 預覽是哪一個 就是我們剛剛這個 我們不是都會有眼睛嗎 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不用了 你就全部勾一勾 按儲存 去進去 就這麼簡單 那如果他是屬於播放清單 什麼叫播放清單 你看一下 播放清單 因為 像我們 網頁上 比如說像我的 好 你進到像我自己的 我們會有一些那種播放清單 我的頻道 好 你往下走 有沒有有的是屬於那個清單的 這裡沒有 在上面 好影片管理員 從這邊進來 因為有時候你看到那影片他是一連串的 裡面其中一個嘛 對不對 那比如說你看我這裡的播放清單 好 點進來 像我這裡總共有14步 你還一步步加 有沒有很累 很麻煩耶 那這個播放清單不用那麼麻煩 點進來 有沒有 增加這個 他就知道說裡面 全部都有 這樣比較快 自己不要的 刪掉就好了 這叫播放清單 當然你如果取得 剛剛這個 也可以從哪裡 從這裡面直接增加啦 只是我覺得 如果可以的話 有沒有這也有一個播放清單 好 那如果可以我們在網頁上看了這就順便加 不是更好嗎 好 那大致上是像這樣 那麼 各位呢以後在用的時候 加入教材的時候呢 有一個地方稍微註一下 因為有些網站不允許你這麼做 什麼叫不允許你這麼做 這麼做 因為 我們剛剛 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教材 是不是都放在什麼 當我們做學習的時候 這個教材是放在 OneNote自己的框架裡面 等於把別人的內容 就放在我自己裡面了 比如說像這個 有沒有 那這樣子 有些人就覺得 我的版權受到侵擾 對不對 而且國外這種網站真的有喔 他拿著你的知識 賺錢 但是沒分給你 所以 這個地方請各位看一下 我有放一個 在我們的研習資料裡面 有沒有 這裡有一個 有看到嗎 有國外有個網站叫 叫7Heyline 他就專門幹這種事情 你的文章就是我的文章 我賺錢 你出努力就好了 你出勞力 所以如果你點這個 這個進去 他會 跳脫我們的 OneNote的框架 你看喔 有沒有跳出來 就是你是沒有辦法把他放到那個框架裡面去了 有某些網站他有做這樣語法的偵測 所以這個比較特別 那你還是可以加 還是可以加 把他加在裡面 只是說 你在用的時候 通常像這種 還有什麼 像我們的 我們有沒有協作平台 有對不對 你看喔 我用這個協作平台 好 我來這邊 我把 放進來 你在加的時候他就會告訴你 加這個 有沒有他一直say sorry Refuse 有沒有 拍子也沒有辦法顯示喔 對不對 這樣協作平台他也不支援這種方法 不支援這種方法 所以說 變成說如果像 這種的 我通常會做一個處理 什麼樣的處理 會把 圖片先抓下來 圖片先抓下來貼到裡面 那就是用網址 看一下我們在這裡 這種的 我通常新增單元的時候 我會選擇用砍入的 砍入但是不是把他砍在裡面 而是說 我會把那個超連結 這裡可不可以加入超連結 那個網站的連結 那通常我不喜歡只放網 連結 因為這樣人家不知道那裡是哪裡 所以通常會把那個畫面抓一下 放在下面 好放在下面 這樣的話呢 別人比較知道說 我待會按下去是到哪個頁面去 這樣您清楚那個概念了嗎 所以 萬一如果你有遇到 可以參考一下 好不好 這樣 請各位 先試看看 加入剛剛那個 好不好 那個 擴充元件 好來給你玩看看喔 來